自由市场已经打开25天了 哦,这期间也确实完成了很多非常令人震惊的签约 例如詹姆斯加盟胡人 莱奥纳德被交易到了猛龙 考心思更是白菜加加盟勇士 这一切都是令人耳目一新的 很多球迷都对这些大排球星的转会都持之以鼻 但令人无奈的这一切已经成为了不可改变的事实 火箭在修赛季也没什么很大动静 除了1.6亿试约保罗 但是火箭放走了阿里扎和巴默特等球员 保罗的顶心是更是让球迷热议 而在试约小佩拉的问题上更是出现了分歧 卡佩拉目前只想要一份议员合同 但是火箭只愿意给他5年8500万的合同 而且这份合同还包含额外的机密条款 总价值可能会达到9000万美元 目前火箭并没办法给出太大的让步 毕竟他们接下来可能将要迎接安东尼的导篮 而火箭老板最近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 我们爱克林特 克林特是我们球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一直都是我们球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非常希望可以与他达成协议 我知道莫雷和他的经纪人每天都在就此努力 但是我感觉我们真的要快点达成协议 因为克林特是我们球队的重要一部分 看得出来火箭老板还是挺希望能尽快留下卡佩拉 而之前多维名记也更是表示卡佩拉留在火箭的可能性最大 哈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他的进步很大 但是他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 还有一个消息就是卡佩拉目前拥有鸟权 所以可以无视工资帽的限制和球队签约 不管是2000万还是2500万年薪都可以 结果最多就是老板多交点奢侈顺而已 不过火箭老板之前就表示了他愿意砸钱 现在就等着他怎么砸了 最后还是希望安东你快点来 卡佩拉几块是约 火箭下三季继续撑吧 他们要一直在钥匙 WOW 觉得我应该使用了 就是这款� alphabet 提供者 有阶梯